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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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足够的 这个救急的基金 这样的话就会使得 这个金融市场稳定下来 这个时候特别是抛售 引起投机的这种力量 就会小一点 这是一个最初的 但是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这是重要的第一步 所谓两万亿欧元的 扩大的两万亿欧元 这件事 我看的最新的资料 实际上就是两千亿 就是真正拿出真金白银 就是两千亿 而且两千亿 它是准备成立欧洲债券 或者成立一个公司 发行一个欧洲债券 后者可能性大 然后拿这个债券作为担保 置换希腊或者意大利债券 就是说你要想置换这个债券 50%折扣你要不要 你如果不干 就在标准站里 可能未来70%的折扣 因此说 这个实际上希腊 在这个两万亿欧元这个计划中间 已经把它视为违约 已经把它视为违约 而且这两万亿欧元 实际上是指望中国在里面拿相当的部分 对这个部分当中 这个部分里面不是说我欧洲人拿两万亿 而是全世界的投资者 都来参与这两万亿 这是一个假的 如果他要发行新的欧洲的统一的债券来说 那就是中国希望中国去购买他的债券 给他注资的方式是一种购买他的新的债券的方式 而这种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因为未来 昨天中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高庆熙先生 明确的表示 我们对欧洲发行 这个所谓的统一债券 不感兴趣 来希师请 其实欧洲有钱 现在有足够的钱 问题呢不是经济危机 是一个政治问题 意大利出问题呢 有很多资料 现在就是用的就是不用看了 但是实际上经济转换的 意大利经济转换的不那么坏 还是比起来好一点呢 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呢 市场包括就是国外的市场 对于意大利的政治不不信任 一二呢就是德国对欧洲的统一啊 那个步骤啊 应该怎么做啊 怎么做还不太 不太 德国人在政治上都不能得到统一 中国人参与他这事干嘛呀 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实际一个政治问题呢 所以在政治问题呢 有很多投机呢 来找这个机会 破坏欧洲啊 来破坏欧洲啊 就是实际上会引起一个国际上的这个 这个危机 这个是一个我特别担心呢 不钉无缝的蛋 场上的嘉宾 你觉得此时此刻当中 我们看到了整个的欧洲的债务危机 你觉得该不该救 该不该 这个时机是可以经常来考虑 来买欧债的 你觉得应该的话 三二一请赞成 相反群反对三二一 来请 好 来 我觉得还是要救一下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家在一个地球村上嘛 中国人讲面子 嗯 这时候面子比李子还重要 就有救的程度 就说是要舍己为人的救 还是说呢 顺着手拉一把 可能在操作上是有不同的这个区别的 这个时候面子还比李子重要吗 请 路边上的早速 如果是没人在 那肯定是酸的 那么债券 如果没人买了 肯定是有问题的 人币知觉后人就职 我们想如果德国人都不去救意大利 那么凭什么我们去救意大利呢 或者去救希腊西班牙呢 那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可能比欧洲人 对欧洲的情况了解的更多 所以说这样去面临这个风险 或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进场 那么肯定是面对风险非常大的 至少是要比德国要大了很多 这个欧洲问题嘛 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救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自己还有好的问题 没有解决 然后中国不应该充当这样的 但中国的问题永远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什么时候嘛 看一个阶段 就我们当我们能够救他们之后 我们要考虑我们的综合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 往往有一种舆论认为 中国还有很多问题 中国还有很多问题 我为什么拿这些钱去救一个富裕的地区 富裕的国家 我不如拿这些钱投给我们中国积蓄的地方 这是一个在这个国际经济学上 对 无知而谈出的语言 因为我们的外汇 你只能用来选择干什么呢 一个是对外投资 这是我们现在最近在鼓励中国企业做的 对外直接投资去购买别人的企业 去投资我们的生产线 或者是去购买一些这个资源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你要在证券上投资 就是说你是去买美国的债务 还是买欧洲的债务 或者是去买日本的债务 在这种几种选择中间呢 你这个投资欧洲 并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它还有一定的战略含义在里面 也在这个情况下 你不能说 我这个钱是不是拿回国内 这根根本问题没有完全关系 刚才这个丁老师讲的认为 我们的所有的国家的外汇啊 不可能用于国内 我认为是不对的 因为现在呢 中国的大批的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 也希望把这笔外汇调动起来 借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出去投资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银行都在研究 把国家这笔钱拿来 从银行手里要转过去带出去 所以实际上呢 现在中国的三万亿美元 不是国家的钱 是国家借的钱 所有的它实际上是国家债务 它这债务到底去买一个非死的事 还是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去买国际上有价值的资产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外汇储备有几种用法 一个就是鼓励中国企业多大投资 我第一个说就是这个事 而这个事情是现在增长非常快的事情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你的外汇储备增长非常快 而我认为现在如果说 如果说欧洲这个陷阱是一个救不起来的事 那你就白费劲 我直接问一下 莫南这是不是陷阱 看得出来这是陷阱吗 他潜着的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不救欧债 有可能在每家陷阱中越陷越深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全球美国国债 已经创下61年以来的新低 不到2% 但是中国7月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 连续14个月保持在万亿以上的规模 实际上中国就是因为看到美债比欧债安全 所以说才继续投资美债 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错误 我指出来 增持美债的数额远远少于增持欧债的数额 只不过我们国家没有公布购买欧债的数额 上半年我们国家增持美债的数额100多亿 因为前几个月是下降的 后来又增加了 那你知道今年上半年 中国债会储备是多少吗 增加了 3000多亿 按照丁老师的说法 大量的钱是买了欧债了 而且我举一个例子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国欧债只有3000亿 而现在是多少 6000多亿 他们一倍 因此说中国不是掉入了美元陷阱 而是掉入了欧元陷阱 什么陷阱吗 这是我问你 你不愿意过几个月 有一个穿世界的金融危机 然后呢中国人也有很多失业 企业破产了等等等等 你愿意啊 中国能够承受得起 所以你能够承受得起啊 欧债90%是欧洲人买的 你吃欧洲人都不怕 欧洲人我们损失就是那10%里吗 属于中国那一部分 多少呢 大概意大利的大概是100多亿 是900多亿 希腊的是100多亿 加起来1000多亿 就是两个国家全倒了 我们损失一万亿人民币 利比亚就损失了一万多亿 所以这个哈 中国不是说 我能承受啊 关键一点 我要讲关键一点 在地产金融危机面前 中国肯定要承担风险 但是这个时候啊 就是谁承担的更少 谁就是最后的生存者和胜利者 生存游戏就在眼前 没有没有风险投资 没有没有风险的选择 问题是在两权相倾 取其倾 两利相重 取其重 在这种状况下 中国该救还是不救 如果不救的话 风险更大 像两个人被捆绑在一起的 实际上是两个人 但是非要绑在一起去迈步 所以必定会摔倒 所以对中国来讲 同样是艰难的平衡 也需要艰难的做出选择 实际上中国人一直是 想鼓励这个欧洲的一体化 就是往前走一步 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呢 如果欧洲要发行 统一的这个债券呢 实际上他就是在 统一的部分上 又往前卖了一步 因为统一的债券 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 统一财政 如果欧洲朝着 统一的方向继续往前走 走向统一的财政的话 这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利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买欧洲的统一债券 是支持欧洲 从统一方向继续发展 这是一个立场问题 中国现在不抛欧债 对 已经是对欧元最大的支持 其实有感受到 中国的这份诊议吗 有吗 欧元不领情 我觉得对中国这个 这个政策很危险的 很危险 对中国 对中国很危险 欧洲一片语论 说中国敲诈欧洲 如果你终于开始 那么扣门呢 我给你一个东西 那肯定就是 是巧架 但是就这五年 哪怕你们有一个 欧洲汉子站出来 这个事情这么公开 反而使得 没有任何谈判的 这种可能性 好